陈思成佟丽娅离婚 为何全网洋溢着恭喜气氛 那能接受吗 接不接受容不容忍住 不是我的态度 他们希望能有更多的女人 漂亮的女人 这是欲望 我觉得欲望是不可回避的 我们很多人会把自己 树枝刀割道德什么观念什么的 我们往往去忽略了自然性的东西 就是自然 就是我为什么要喜欢这些女人 好色也好或者什么呀 其实是自然的 好不好色是什么是什么 或者什么 哪怕是同性恋同志什么 那都是自然的 我们俩如果生气半嘴 时长不会超过五分钟 我会先道歉 然后道歉之后 等哄好了 然后接住 刚才那个事是不是你错了 对 他是找了回来 要倒到最后肯定 跟上是我错的 然后跟上我还得买一个礼物给 我跟上我还得买一个礼物给他 但其实我真的就 我也不知道 我怎么就是我错了 但确实就是我错了 听上去还是打听话说的 嗯 我从小就有个天梦 我很想穿军装 所以当节目组真的找到 我觉得好高兴 但一个瞬间 我又突然想到自己现在的一个状况 家里 宝宝很小 我早就去照顾他 嗯 我也是跟四成 我们商量了很久 到最后说 嗯 还是来试一试吧 喂 你好 喂 你好 喂 你好 你好 那个 你好 你好 老公 你是 四成 四成 你自己自己的 老公是我呀 你上走一趟 哥现在在拍戏呢 你上走一趟 哥现在在拍戏呢 那个 还在拍戏呢 那好吧 我没听出来他是谁 去现场 我就是做后勤 后勤就做什么 后勤就是自己逛逛街呀 然后 那个问他吃杯吃过伴呀 要不要 假装呢 要不要送点饭 都几次也没送过 问不太慢怎么办 两口子要过日子 那这别说了 好 好 现在要 你怎么拿一个人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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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怎么给你 这 天哪个都干嘛 是 具体的 要不是张链一亲你 不能说这个 自己的感觉 来 三六 别闻了 对 我走了啊 我走了啊 就恨不得就在床上 每天就恨不得就在床上 就你会觉得特来劲麻烦那件事 就特别那个呢 但是随着年龄增长 肯定那事就慢慢地会去大了 他性格很有特点 他性格很有特点 地方就是其实他 他不太善于说场面上的话 他是一个有什么说什么的人 就像他老婆就像鸭鸭说的 私诚有时候就是对情商为付出 我们经常也很觉得 就是智商特别高 然后情商有时候挺低